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大家修的现在都执着不太多 我看大家反正啥也无所谓 比较平静嘛 那么就多关注一下别人的痛苦也行 因为大家本来你们的世界就是终身嘛 因为我们的自我是有所有的一切组成的 你的世界是包容一切的 不要以为你只爱自己 你要知道你的自我是什么组成的 你的自我里面包括所有的众生 所以如果你说你很爱自己的话 其实你爱全部的众生 只因为你的内心 因为你认为你是自私的 把跟众生隔离了痛苦就来了 因为你把自己隔离了 就封闭了自己 其实你是隔离了跟众生就封闭了自己 其实慢慢你会知道 你是如此的爱这个世界 爱所有的一切 每个人都是 所以你不能分 跟所有的人 所以你当你自己很平淡 活得很平淡 觉得没啥刺激 没啥执着了 反而除了呼吸好像也无所谓 什么也就每天就这么活着的时候 因为很深的执着 你会感觉到把它解开的时候 反而有时候容易有触动 容易有开悟的感觉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比较平静 日子好像没什么风平浪静 好像没触动 那么去关注世界 关注你身边人的疾苦 去行菩萨道去 去布施 去仁肉 去可能很多人连儒也不忍 也没有忍的 因为没人去骂你 那么就关注一下 这个世界的别人的痛苦 来触动你自己 这都是方法 就让自己的心 能够看看自己心这么想 是不是很冷漠 是不是很无所谓 是不是觉得 那不是我的事 等等等等 你有没有慈悲心等等 有时候并不是说 我们看了一些 就是网络上的东西 看了一些一封钱 一定要做点什么 是当每看到一些痛苦的画面 或者一些不平的东西 你的内心怎么想怎么动 你的念头是什么 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了 你应该察觉到这些 如果你的生活波来不及 很平和很宁静很幸福的话 你不知道你怎么样的话 那么你去看别人的 这都是方法 自己寻找一些方法 就是说 因为我们修正 你最终要挣入的是最高的果位 你要挣最后 挣最果的 挣最高的果位 所以说 你就不能是 满足于暂时的宁静啊 平和快乐啊 这些暂时的一个 人道的东西 人道的 短暂的这种幸福 即使说 你从现在起到你死 你都很平静和平和的生活着 这只是人家 如果你不知道你死后到哪里去 你都对死亡一无所知 那都不是一个修道人 那都不是真正修行人的一个状态 对未来 对死亡没有把握对未来 而在这一生也是 就是对这个世界 只要我活得差不多 其他人的痛苦快乐 对我没关系 这都不属于一种菩萨道 如果你不行菩萨道 你是不可能成就佛果 有时候只是一种内心的体验 感受你的境界 可能你真的坐在禅堂 没做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 你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起心动念 内心的状态 跟有没有行动 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在刚开始 对我们来说 做个不做还是不一样的 光想不做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刚开始 有想有做 因为还不到 到一定时候 就说有些东西 就没有那么大区别 是的 有慈悲心 还得要去做力所能及 或者是自己能做小的 对 无疑善小而不为 是 因为你刚开始光想 你还影响不到他人 你要利他 你还得做 是 因为菩萨道是利他 利他 你不做 他怎么能受益 有菩提心 有利他行为 但是呢 自己是不是 也不能掉进去 是 也不是 这简单就是你想救人 掉进去 没救上来 自己溺水 那就尽快地先自己回来吧 先 先上岸吧 否则两个肚也死 是吧 很多这样子的 那就是我们的游游技术不够高 知道吧 有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要稍稍有一点定力啊 有一些对空性的了物啊 这样呢 你就不必进转嘛 没关系 这些人 这些人 不需要 那些人 那些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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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